好 接下來進來這個主臥室 我發現有一個很有趣的發現 就是YOSHIKO在這個門片上面 做了一個很精緻的家徽 也是幫他們客製的嗎 對啊 其實現在的客人 其實過往有 大概知道我的作品的屋主 他們大概都知道我是客製化達人 因為我其實在幫屋主 每個屋主規劃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都會規劃一部 屬於他們的故事 因為我常常跟屋主分享說 其實行水機能 方訊型是我們掌握的 那個功能要誘你們 所以在這邊當中 其實很多都是希望是 Only for you 就是專門設計一個家徽 屬於他們的感覺 他們要有希望有個專屬感 住進來 哪怕是自己住進來 或是朋友來到 大家會覺得有一些話題可以聊開來 所以就像妳說這個主人 他本身很喜歡混搭 然後他本身喜歡 不同的感覺的東西拼湊在一起 所以我就發現這個床頭 是不是也是這樣做設計 是 因為妳看從外面 客廳很簡約 幫他簡約的沙發 再過到廚房餐廳 好美式的廚房 再走到主臥室這樣 咚…過來這邊以後 你會覺得說我這邊用的 異國的材質在混搭 所以這個超纖維PVC皮 可是它這個感覺是 你看有這個編織的感覺 對 就比較粗獷一些些 但是這邊很細緻 是 這邊有一點點 纏膨的味道 這邊又拉得有一點就是 珍珠光澤的質感 妳也知道嗎 紅花綠葉配的效果 反而會非常的合適對不對 沒錯 所以就是看客人的需求 然後妳就幫他找出 它的味道來 對 接下來我們看到更衣室的話 其實我發現也有很貼心 這個櫃子的設計對不對 是 其實女主人有提到說 像她現在的家 在市區的家 其實雖然空間很大 可是櫃收納當中 超閒不足 那她跟我講說 來到這個度假的地方 是不是收納也可以齊全一點 那OK 索性 我就把它這個 床樓背後那一區 就規劃成一個更衣室 還不小 也是五丈俱全 外套櫃 包包櫃等等的 最主要我要提到一點是說 因為我們這邊是陽明山山區 不避免就是潮濕 濕氣很重 所以說在這個更衣室的部分 哪怕是更衣室 廁所部分我們都有裝 專屬的除濕機 當初其實屋主是很喜歡這個 板岩磚的感覺 因為其實板岩磚 在這個修行的度假裡面 我覺得這個建材 是一定會被選到的 了解 再來就是因為我強調的 山區其實潮濕 都會比較容易潮濕 很強 對 所以這個天花板的選材上面 我這次就把它選 還是一罐的塑鋁板 只是顏色上面 我把它搭得有點金黃色的感覺 對 就感覺有點奢華 有點貴氣 所以這個的接受度 它還是覺得 中途性的美感 對 對啊 再者就是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嘛 客戶不管是爸爸媽媽 還有他的女兒 他們都是很喜歡 一家子都很喜歡品酒 所以那時候媽媽跟我講說 有個泡澡的地方 然後我跟她女兒泡澡的時候 也可以喝杯小酒 是耶 對啊 她在這裡 對啊 很放鬆的感覺就來了 對啊 所以這樣效果是非常好 搭配上這個 你看一些安全上面 其實我都有顧慮到了 其實你看這邊牆面 整個都是黑清風的大理石 這邊特殊是做噴沙處理 噴沙 對 因為怕大叔下來了 因為我們要兼顧安全性 所以下來這邊 我是把這個材質 特別做過處理 再來其實你看左手邊 這裡這個洗水槽的部分 你看它這個檯面是這個 上坎式的 非常精緻 搭配上我們配的這個 黑清風大理石 你看黑清風大理石 一路從檯面滾到牆面上 我連黑清風大理石都爬牆 然後在看30公分的地方 再來一個 給它一個非常衝突性的 這個鱷魚紋的 超輕微PVCP 發配起來就非常有質感 而且我發現 這邊是有那種低調的奢華感 但是另外一間 衛浴我發現 你就非常的實用對不對 對啊 因為畢竟我們還是會來這邊 住個一兩個晚上 是 所以其實你也 你也待過日本一陣子 其實日本 其實我們在住過的房子當中 其實它是很小 可是五臟俱全 對 所以通常台面 水槽下面一定會藏洗衣機 或洗烘坡 決策空間 是 那怎麼辦 我客人要來 我又不想說 這邊的一個陽台的那個空間 不好看 所以客戶要我連造出 客人來也覺得美 然後他實用上面也覺得漂亮 方便 對 方便 所以我就把這個水槽下面 藏了一個洗衣機 了解 問題又來了 他說 Yoshiko 可是我的下層那些怎麼辦 我們還是要生活吧 我又不能臨下台北去洗 曬的 我說沒有關係 我就可以幫你裝一個 隱形的釣音溝 隱形的釣音溝 他本來跟我講說 要請我幫他找什麼釣魚感什麼 完全感覺都不對 所以我就說 好吧 你裝個隱形的釣音溝 平常不用的時候 把它收起來完全看不到 所以真的是兼具度假的感覺 但是又有實用性 對 樂到